你怎么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说一下啊 你自己看看你电话 没电了 关机了 阿琳 我跟你说 我今天又被我们经理骂了 他说要是再没有客户买 就让我走人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刚刚去不久 我又 好了好了 别抱怨了 别抱怨了 听我说啊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要想人前险位 必须忍后受罪 我要是你的话 我现在就应该这么想 那我经理为什么骂我不骂别人啊 那还是我做得不够好嘛 对不对 好 别抱怨了 听话 关心 范老师好 范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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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饿不饿 我带你去二十堂吃砂锅吧 我不饿不饿 你也少吃点吧 你现在这个又应聘面试的关键时期呢 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一点自己的形象啊 我跟你说 成年女性 每天涉入一千八百大卡足矣了 吃多了也是浪费 而且只有你严格自律 你才能对抗平庸的生活 对吧 范老师说得对 还好有你 不然我又要用暴赢暴食对抗生活 没问题 那我们去操场散散步 别别别 真不行啊 不早了 我得回去赶一下报告 你过来就为了看我一眼 你不想看我呀 想 对了 西装 帮我孕一下啊 我后天出差要穿 孕完了一定挂起来啊 要不该出这儿 好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们金达啊 再招人 你马上去官网投个简历 要快 听见没有 你们金达这么牛的律所 怎么可能会招我呀 有没有什么仓库保管员之类的职位 我可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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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玩笑的 我知道 不试试怎么着没机会呢 你知道就行 而且我跟你说啊 这次这个岗位 是个行政助理的奥法 要求没那么高 就算咱不成 咱就当个练兵的机会吧 对不对 嗯 去吧 上去吧 我走了 你不抱抱我 抱抱 好了好了啊 我知道我这个人呢 不解风情 但是风情是建立在 经济基础之上的 咱们先打好经济基础 下一步再谈风化学约 你说对吧 对 去吧 上去吧 我看你走 我看你走 上去吧 拜拜 拜拜 衣服别忘了啊 浴纹挂起来 知道 回来了 家家吃得怎么样 挺好的 嗯 你又给范老师运衣服呢 你是范老师 请过来的保姆吗 怎么说话呀 保姆是戴新的 我是免费的 你可真行 能不能不要 范老师说上 你干嘛你就干嘛 你能不能忙点自己 不能 我就是恋爱狂 我就是愿意 给我们家范老师 忙东忙西的 你忙吧你自己吧 我自己就这样了 对了 豪童今天跟我说 金拿在招聘 还逼着我偷简历 你说我要怎么样 委婉地跟她说 我不是这块料 我想想啊 工作落实得怎么样了 北京户口 有房有车 人呢 长得漂亮 你家 阿姨 你相信我 我不会比任何人差 我觉得吧 委婉的退缩 不如直接了当地被拒绝 万一成了呢 你膨胀了吧 我膨胀了 我太膨胀了 我在丁枝潭家 吃了雄心豹子胆 过来 你看这个啊 金达的这个行政助理 好像是没有涉险的 招的就是全日制本科生 华鹏让我投的就是这个 行政助理就是端茶送水的 能有什么好的 还不如仓库保管员呢 幕后工作 给吃吃喝喝 你怎么就知道吃呢 这是金达的行政助理 在大律所上班的行政助理 你哪知道机会就是 藏在端茶之前 还是倒水之后呢 金达这种大牛律所 就算是去北大校招 都招不了几个 我们这种普通院校的人 人家睁眼都不会看你 再说了 我在金达已经有人了 那你更得努力了呀 那金达优秀的人那么多 万一你家范老师被拐袍了呢 会吗 也许 不行 那你得给我同一个 是吧 累死我了 我们这一路 紧赶慢赶上摩班车 看我个群子 站立平 各位 我买了人生中 最贵的一双高跟鞋 好看吧 好看 好看 请落实工作的同学 不要炫富 我敢保证 这只是你目前人生中 最贵的一双鞋 来 姐妹们 李孝通知说一下 李孝通知 谢谢啊 关于零三聘生搬离宿舍的通知 催咱搬家呢 找房吧 找房吧 天荣啊 你这简历不行啊 一点重点都没有 你要知道 简历就是你的个人广告 我把你那些没用的 兼职经历都给你删了啊 那是我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 你看你也知道是拼凑的 那IX能愿意看吗 你得突出你的实习经历 行 《香城之夜》 这些大企业就可以网上写 明白了啊 行 我听你的 你楼上干吗 安得那么丑 装修呢 人还没有走就开始装修了 小帆 你说我晚上住这儿 会不会不安全 不会 你不会 你什么意思啊 老是打击我 行了行了 你别弄了 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过来看看 你看看你这个自我介绍 是不是驴唇不对马嘴 你点错了 这是以前的 你点这个 这个是沐家表妹 帮我重新修改过的 这个还差不多 果然是但不毕业的 就不一样啊 你们学霸都是一伙的 孔子 没事 没事 没烫坏 没事 没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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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弄了 别弄了 你饶了他吧 再弄下去 我这裤子变裤衩了都 给我吧 你说你 你要是没了我 你怎么活啊 你一天天 所以我离不开你了 你知道吗 李沐家呀 是被我们律所破格录取的 而且是被我们律所 一个特别厉害的女律师亲脸的 我知道呀 你知道 我说你那他们俩什么关系啊 没有什么关系啊 就那天沐家来乡城之业给我冲人数 我替小芳接待了一下那个女律师 他们就那个时候认识他 刚认识他 怎么了 不是我说你 真的我都嫌自己续的 这收楼处是你的主场吧 那李沐家就是过来客串的对吧 那怎么人家就能分分钟 搭上了这个人脉呢 你呢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跟我范老师做后勤工作呀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认真的 这不是你不努力的借口 你别看现在你们住一个宿舍 挺好的 你要是再不努力的话 人早晚把你甩得远远的 你们家这小女孩可不简单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假如说有一个工作是二选一 她不会让着你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干吗呢 不过了 人比人气死人 你明天去金达报道 我卷铺改回老家 怎么回老家了 向我爸借钱 回来继续找工作 你爸真好 买什么了 拿出来看看呗 给你看看 牛河 好看 特别配你 木珈 好种 你好 没有 不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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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不是我的客户 就算他要买 那他也是小邦的呀 不是 你傻不傻呀 什么你都我的呀 那客户谁抢都算谁的 你就拿我们律所来讲吧 你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 私底下都是竞争对手 都较着劲呢 这就叫竞争意识 知道吗 行吧 事已至此了 跟你说这么多也没用 行吧 你路上自己注意安全了 大家告诉我一声 我 我 不就上个班吗 搞什么竞争